好 接下來鏡頭轉到南部高雄 這起離奇的案件 一名二十七歲的 胡姓男子 全身傷痕累累 倒在路邊 警銷貨報之後 把他送醫 那麼一開始 問他為什麼會在旁邊 而且受傷這麼嚴重呢 他說自己跌倒受傷的 然而從他背部的燒燙傷 非常的明顯 警方發現這情況並不單純 這麼一調查才發現 他是因為欠錢 結果被在主的夫妻黨找了四名同夥 結果 監禁長達十天 在這十天之內 還對他拳打腳踢 還淋油去點火 燒燙他的背部 逼他來還錢 不過這六名施虐的嫌犯 現在在警方的追棄之下 陸續的被逮捕歸案 幾名男子被攔車逮捕 因為他們涉嫌暴力討債 就在八月底一名二十七歲 胡姓男子全身傷痕累累 路倒在高雄岡山區一處路邊 即將貨報趕到把人送醫 男子一開始共撐是跌倒受傷的 然而他的背部卻有燒燙傷勢 警方耐性突破他的心房 讓男子說出實情 原來是為了三萬元的債務被債主夫妻党以及四名同伙 監禁施虐十天 不但被拳打腳踢還被淋油收燙來逼迫還錢 六名施虐的嫌犯在警方的追棄下陸續被逮捕歸案 以殺人未遂 妨害自由等罪嫌移送法辦 華視新聞 初君平榮浩北 高雄報導 餘地 elder 阿平常陸續被內